好,我刚刚有同学那个五,五是习惯是先写下面那一,不对,先写上面那一笔,再写下面那一笔 那他就辨识不了,我试一次了 这个在哪?在这里,对不对? 好,现在呢,如果你的习惯是先写,我都是这样子的,我五都是这样写 ok,那这样的话,他会解答五,没有问题 但是呢,如果我五是这样写 结果他就解答成四,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该怎么做 其实我们有设计啦,我们不是没有处理这种情况 你把这边呢,更正 ok,更正之后呢,按记忆 按了记忆之后呢,再做一次 就五了,我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太准,我先把它改成二五了,对不对? 好,所以他只要记住放到 试料库,放到他的样本库里面 然后,你下一次的话 就等于是说,他可以训练 但这个其实也没什么训练,就是把它记住 然后再去比 再去比 那因为我用了三个属性 去做这个辨识 第一个属性就是入境的长度 入境的长度 第二个属性是 是最后一点的位置 那这也是为什么刚刚 五会辨识失败的原因 因为,如果我原本都这样写 然后最后一点位置其实在这里 但是呢,突然之间你先写这一笔 然后呢,最后一点位置便在这里 哇,那差得非常远 所以这里就反而被试超过 那 另外一个 第三个属性我是用 第三个属性我是用 我看一下我的测试 第一个是入境长度 第二个是最后一点的位置 那第三个是断点的数量 断点的数量 那断点的数量就是 你到底有几笔画 那 以我的计算方式 我是 是指那个mouse up的数量 滑鼠 按下去 然后呢 起来的数量 那其实按下去的数量 跟起来的数量是一样 但是我在up的时候 会插一个断点进去 所以它是mouse up的时候 到底有几次mouse up 那 以这个数字而言 我们会看到 一 二 三 然后 六 六 八 九 一二三六八九 都是一笔画 好 那 四 五 七 有可能是两笔画 但是七也有可能是一笔画 对 好 七怎么写呢 来 我们清楚一下 我如果今天写七 我一般会这样写 对 那解答是七 没错 但是呢 有些人写七 他的人就这样写 那 这个还是七 为什么 因为我有把这一个建进去 OK 所以 他还是七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 看一下这边 OK 我们现在呢 零 这是零的 路径 我路径怎么存呢 我就是存成 零等于 这个等于前面就是解答 那等于的后面呢 这个就是第一点 8836 第二点是8838 第三点是88 8641 第四点是8543 OK 那用分号隔开 好 那这样我就可以用Squid 把它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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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切出来 比较简单 那一的话呢 第一点是120 25 第二点是120 26 OK 就这样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0到9 各写了一遍 对不对 各写了一遍 然后接下来呢 我多写了一次7 为什么多写一次7 因为刚刚那个 一笔的跟两笔的7 很容易弄错 所以多写了一次7 那3有时候好像 就是有一些容易变错的呢 我在写的时候 就再把它记下来 那就多了两次3 和一次6一次8 这样 那这样子 就 其实整个程式 一开始这个档案是空的 一开始这个档案是空的 然后是我执行 然后记 然后总共记了这么多次 15次 然后程式就完成了 程式写完 记了15次 然后程式就可以运作 那这应该不会太久 那如果不然你要去找图片 用什么之类的也是很麻烦 所以想说 手写辨识 完全很容易就可以 在不需要借助 外力资料部的情况之下完成 好 那所以你看到它的资料结构了 看到它的资料结构 那接下来就是程式怎么做 这部分我想应该不用解答了 就是phone phone的这部分 然后我们 一开始initialize 我先把那个档案读进来 然后把这些路径都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呢 我丢给一个叫recognizer的 他会负责最后的辨识 所以这个recognizer 这是我定义的一个物件 我定义的一个物件 我定义的一个物件 那它里面放了一个QA list ListQA就是问题和回答 什么叫问题 什么叫回答呢 问题就是 就是那个路径 你丢路径给它的那个路径 回答就是到底它是数字极 所以ListQA是一个一串的QA 那这个是档名 我放在这个档里面 那这个档在哪里呢 你如果已经下载 你会发现 我放在debug版本里面 因为我现在编译的 这个是debug版 所以我把 直接把它放在 debug的这个资料夹下面 那你去开一下 那个digitalrecognizer qa.tst 就会找到 那所以我们档名 就用这个直接固定 没有让你选 固定就好 那我的习惯是 我不喜欢去用什么微软的那种 什么个人使用者资料夹那些 我觉得那样其实反而不好用 那我都直接让 资料直接放在你的层次的资料夹里面 那这样就变成像绿色软体一样 扣进去就可以用 不用经过安装之类的程序 ok 那另外是 我们是写在一个picture 画的时候画在一个picture box里面 所以你要把这个画出来的影像 汇出 也只要一行指令就做到 但是我现在没有汇出 你最后bmap.save 就可以一行指令就做到汇出了 那我们现在没有汇出 没有汇出 然后所以一开始就是 就是把把画板那些啊 还有那个我们的AI的部分 准备好 这部分才是AI的部分 AI的这个辨识器的部分准备好 然后呢剩下的就 就跟各位在视窗的时候 学到的那个东西一样 就是当mouse down的时候 我就记住也是mouse down 然后开始加点 对不对 那当mouse move的时候 滑鼠移动的时候呢 我就继续加点 当mouse up的时候 我加上最后一点 加上最后一点 接下来呢 加一个断点 断点我用-1-1表示 因为不会有固质嘛 整个画面的那个不会有固质 用-1-1就代表断点 好那所以 this mostdown就取消 就变Forced 那这样子 啊,如果清除按钮的话 我就把整个 整个所有点都清了 啊,如果179 啊,如果按儲存的话呢 我就把它呢 加到QA List的里面 那最后再离开之前 会存档 那如果 这就是在离开之前 我会把它存档 就是把这个这个东西转成字串 然后存到档案里面 然后这个是按那个解答的时候 就其实就是辨识了 按解答的时候呢 他就会呼叫recognizer去辨识这些路径 然后呢 他会传为一个字源 那因为这一个test是字串 所以我得给他加一个空字串 就会变成真正的字串 好 那其实会用toStream也可以啦 好 那接下来这一个pass呢 就是就是 那个你的路径 就画出来的那张那个字 那整个会放在一个pass物件里面 这个pass就是一堆点 list of point list of point 就是一堆点 然后我写了一个toStream函数 可以把这个一堆点转换成字串 这样子到时候要存到档案里面才有办法 那另外是从字串载入 从字串载入就去做分割 用sprint来分割 这首先是用分号来分割 那就是分出来就是一个点一个点 但是每一个点其实是有两个作标值 对 分号分割嘛 分号有没有 这是分号分割 所以分完之后每一个点 是是是会变成这样的字串 分完之后会变成一个一个这样的字串 然后呢 再进去再用豆点分 然后豆点分完之后就是把它转成整数 转成整数 那就 就会变成两个整数点 然后建立成一个point 然后把它加进去 ok 那加完之后 这整个字串就变成一个 一个pass的物件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 我们有写了一个叫bunding bus 的 的 的 那个函数 这个是做什么用 这个就是做正规化用的 bunding bus 就是 它外框 的那个盒子到底 是多大 位置在哪里多大 那所以我们就去计算了 它的最小的s是多少 最小的y是多少 最大的s是多少 最大的y是多少 这四个记住不就是bunding bus 不就是它的外框 那它有一个 一个 物件叫做retangle 那我就把这个 丢到retangle里面传回来 就会取得它的bunding bus 那取得它的外框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有定义一个物件叫qa a就是 a就是那个字母 数字 答案 那一开始设成空字母 那 最后它应该会是0到9之间的一个字 那 这个层次其实 你要把它拿来当做 当做那个 不只是数字辨识 但是也很容易 你只要把这边加 就是你只要 只要再写abcd 然后把那个abcd打进去也可以 就是在这个画面里面 改写abcd 没有像这样 a 然后呢 这边打 a 然后把它记忆 应该就可以 但是问题是 这样会准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目前考虑的三个因素 我是针对数字考虑 这些因素 有没有办法正确的区分英文字呢 还有英文字跟数字之间 可能有点困难 例如说 我要区分b和6 我想我现在的方法 大概没有办法区分b和6之间 的微小差异 b和6好像只差一个转角 b是比较 6比较圆一点 b比较直一点 其他就没什么差了 所以 所以 有没有办法 区分的很好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 他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的 暂时我们不去管这个 那接下来 listqa 就是把qa 变成 就一堆qa存在一起 一堆的解答和那个路径存在一起 那 接下来我写了一个test file 这是用来做档案输出入的 这辈子 就档案输出入了 那最后就是重点就是这个recognizer recognizer就是辨识器 辨识器 那这个辨识器呢 我们 有写了几个基本的函数 list就是判断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计算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写成static 就是 你不用建立这个物件也没有 他其实加不加static无所谓 那这里 diameter就是 因为我们不是有取那个bunding box 外框的那个 就是字的 你手写字的外框嘛 对不对 那个外框 我们取它的直径 那什么叫直径 框框应该没有直径 照理讲 求它的直径 我们的直径的意思是指 它的宽度跟高度里面比较大的那个 就成为它的直径 ok 所以我叫diameter 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叫直径 矩形的直径就是宽度和高度里面 比较大的那个 好 那接下来呢 paste length 这个就是第一个特征 路径长度 路径长度 那刚刚我们讲到正规化 对吧 就是因为如果你写 写一个很大的3 跟写一个很小的3 那不是差异就很大了吗 路径长度就很大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 先把它 先把它算出来之后 然后再正规化 所以我算了路径长度之后 我除以它的直径 对不对 路径长度之后除以直径 那变一个浮点数 ok 那那个浮点数 基本上就是代表 正规化之后的长度 ok 所以其实我没有去算 这种浮点数标 我只是把它 把它最后 那个算出来的路径长度 虽然大小不一 但是正规化之后 大小就差不多了 ok 好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再算最后一点的位置 最后一点的位置 那 那 我们现在 现在你写的这一个的最后一点 跟我 我们资料库里面的那一个 那一个手写的最后一点 两个之间的差距 我们是在算这个东西 最后一点的距 那 特征3是断点的数量 就是 到底有几次mouseup 几次 几个断点 那这个就是 印出一些讯息 在debug模式 让我们可以看 所以 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 输出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 距离 这距离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真正判断的核心了 整个判断核心 就是这一个函数 他做什么事呢 他计算 两个字之间的距离 一个paste就是一个字 因为他中间还包含断点 一个paste就是一个字 两个paste 两个字之间的距离 两个字之间的距离 第一个考虑的是 paste length 就是入境长度 ok 第二个考虑的是 两个结束点的距离 两个字的结束点的距离 第三个考虑的是 是断点的数量 好 然后呢 最后我把这三个 通通都加起来 就当成他的真正距离 两个字之间的距离 然后呢 你有一个新的 就你 你现在写了一个字 那我就去判断 从第一笔判断到最后一笔 跟谁最近 我就认为是他 那所以 这个recognize 其实最后很简单 就是 对于 QA里面的 就是 样本库里面的每一个样本 然后 如果 我去 我去计算他们的距离 那如果呢 他距离 距离变小了 我就记住 现在答案是这个 但是 从头到尾 扫一遍之后呢 那 他得到的就是 真正距离最小 记住的 真正距离最小 那一个 好 那 所以最后的 解答就是 距离最小的那一个人 好 那我就把最后 距离最小的 那个人的标准答案 丢出来 好 这样 应该看懂 那 所以你去想一想 你有没有办法改进他 你有没有办法 举个例子 加一个 例如说 加进一些 其他的特征 加进一些其他的特征 让他可以做 包含英文的辨识 那我应该加什么特征 才能包含英文辨识 然后 还有个问题 我现在都是用 三个都是用 权重是1的 这其实不太对 那如果到时候 再考虑其实点的话 那其实点 其实不太能分辨数字 那他权重也应该是1吗 那权重应该比较低啊 到底我应该怎么调权重 才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甚至 我们应该只是完全靠距离吗 还是我应该 有什么法则去判断 它是什么字 就是用规则 要不要用规则 要不要用规则 还纯粹只用距离 那这都是 可以再考虑的点 或者 你想用神经网路来学习 这种东西呢 当然也是可以啊 你把这个三个参数丢进去 然后 他的解答就应该是标准答案 那这时候神经网路会怎么做 以手写数字辨识而言 你的神经网路应该有几个输出 我的设计我会用十个输出 第一个输出如果是最强的话呢 我就认为是零 第二个输出最强就认为是一 用十个输出 我不会让它直接输出一个英文字 那样其实不符合神经网路的设计法 我用十个输出 如果今天要辨认包含英文字的话 那我就用六十二个输出 六十二有点多了 如果要加上中文字 你也不知道要用几万个输出 所以这样的做法也不是很好 就是你可以再想一下 哪一种方式会比较能够扩充 那目前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各位再看一次 是的再看一次